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必思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甄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本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 《正向》 《晒冷气》 点赞分享 和订阅 《启抗疫》 拼经济反网部 好了 今节就是世界时事多合的第一则新闻 就说一下俄罗斯的动态 但是俄罗斯动态 原来就是由英国国防大臣 华丽士爆料 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 很惊讶 将97%的俄军 都压在乌克兰 是不是 暂时 97%很多 原来华丽士就说 他就收到 消息就说 俄罗斯未能是冲破乌克兰的防御 他们97%的军队估计 都是在乌克兰 当然 他就是开第九次 乌克兰国防 联络小组 贝尔士说这个 事情 西方的盟友 就是讨论 如何加强 乌克兰对俄罗斯军队的防御 华丽士也说 英国 很搞笑 他重新 服务前的重点 就是确保基辅的长期恢复力 乌克兰国防部长 亦都在推特上就说 他预计主战坦克 将会是 北约 盟友之间的主要讨论范围 当然 还有就是 弹约的负存 你看 其实 北约的秘书长 斯托尔滕伯格 也都说 现在 很大事 我们的负存不够 所以 只可以加 加负存 很简单 加钱就行了 斯托尔滕伯格 他之前接受 英国金融时报 访问时 亦都说 俄罗斯总统 普京 已经在乌克兰开始了新的攻势部署 又会派成千上万的军队 还有 其实很多的 消息都说俄罗斯会大军压境 因为乌克兰 国防情报局局长 布洛达夫也接受 华盛顿邮报时 就说目前大概 有32.6万名俄军在乌克兰作战 现在看起来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后勤要保障 还有 就是 弹药的负存要救 而且必须 等 要在俄军 在战场上 取得主动权之前 一定要把坚强 当然 但是97% 有没有那么厉害 之前 也有媒体说 俄军的飞机 现在 大量在乌克兰附近的领空 但是乌克兰就说不是 又很奇怪 我最后以为他们说 一定是 快点给我们一些军兵 他又说不是 是不是担心民众 过度恐慌呢 刚才我们说的乌克兰国防部长 我们之前不是说过 那位国防部长 这个 芝尼科夫不是 说 要被调任的 原来又不是 好搞笑 他现在说 扎尼斯基 没有 他昨天刚刚说 扎尼斯基说要他留任 那就好笑了 扎尼斯基办公室的人 就跟扎尼斯基说的东西不同 不过这么说 扎尼斯基始终在大楼 他说的东西是肯定可信的 那原来 这个 列芝尼科夫接受访问时 记者就问了 你是不是 预期自己未来几个月 就不做防长 他就说是 这个是 我们国家总统的决定 他也说 不过这样 扎尼斯基总统已经要求他继续 担任 乌克兰防长并且针对一个 领导 法律战的未来角色进行讨论 就是要确保 俄罗斯 的战争罪受到惩罚 最近几个星期 扎尼斯基所属的政党 就说 这个 其实扎尼斯基的这个总统府 的一位顾问就说 这位列芝尼科夫很快被人换了 他调去其他地方 不过前途不明 但始终 都没换 原来列芝尼科夫 说真的他又不是兵佬出身 他原来是律师 他在俄乌战争前几个月才做防长 由于乌克兰国防部大量的贪腐丑民 所以他的压力很大 就令到他 只要这么说 现在应该是可以做 但是 没理由扎尼斯基叫他做 当然这句话是他自己说的 他自己说的 到时会扎尼斯基 又说 不是啊 我不是叫他做 搞笑 反正有点乱 这段时间 乌克兰的这个理智问题有点乱 可能 你知道了 他们又要 大量 对内 对了 因为乌克兰的贪腐问题 是比较严重 是比较严重 现在 真的对内对外 说真的 扎尼斯基 有时候我觉得他说话 不是那么得体 但是 事实上他面临的压力 有内有外 因为 内部 那么多贪腐问题 还有 到时 你触及到某些人的利益 会不会 很糟糕的 可能会很糟糕的 对外 还有战争 还有战争 现在金融时报也说 俄军的空军 当然 肖若元就说 不耽打 不是 这个金融时报 还有八成的战斗能力 当然 刚才我都说过 这个军机 就是全民集结在 乌方的边境 不过 几乎就说没有 就说没有 现在俄军 不过这么说 这些 正常战争不是 虚之实之 实之虚之 对吧 也对 虚实实你永远都不知道 这个 金融时报 俄军依然有八成的战斗能力 而且 乌克兰的 边界 附近 集结了大量的俄罗斯 战机 和直升机 恐怕 有一场空战 不过 乌方就说这些信息有些是不正确的 就强调俄军 确实 在两国边界 的附近 的机场 是保持大量的航空存在能力 不过不代表会接近边界 其实都挺厉害的 你知道吗 俄军 因为他和乌克兰的 边界线很长很长 原来他们附近有四十几个机场 是的 如果那些飞机要 起降的话 其实是不难的 不难的 俄罗斯其实在乌克兰边界附近 有40座机场保留了大量的航空能力 但是这就不代表他们会进入边界 这些机场 就在白俄罗斯 俄罗斯 克里米亚 唯一要注意的是 俄军可以迅速将 将军机 是吊派到其他机场 就以 他们有些战术的话可以做得起 因为你附近多机场始终起降就容易 是不是 当然 扎尼斯基都是 多点多点多点 再要再要再要 就是敦促西方的盟友 再次 是要被 军机援助 但是军机 貌似西方 暂时 未松口 暂时未松口 好像刚才我们说 英国国防大臣华里士都说 短期内不会 长期就会 长到几期就没人知道 就没人知道 长到几期就没人知道 好 这个就是 第1则新闻 第2则新闻 就来自这个 虽然说台湾地区的 但是 消息就来自 美国的 什么事呢 原来这个 被称为 偶像始祖的 台湾地区的艺人 刘文正 就传来了 距离世的信息 昨天 这个新闻一出来的时候 全部台湾媒体都说 软息 有些是 当红的年代 有 追星的 一代 全部都软息 有些回忆当年 哭哭哭 怎知今天 突然间 传出了一个 新闻出来 复活了 复活了 还在这 大佬 原来 昨天媒体 就说 刘文正的 经纪人兼好友 夏玉顺 就说 刘文正的心机梗生 已经在美国 走了 但是 之后 就被他的亲友 就说是假消息 因为当时 刘文正 享年 是这个 七十岁 那当然 刚刚 这位 夏玉顺 就改口 就说其实他是 未走的 这样说 因为他的徒弟都挺响当当的 那些名字 我们讲一两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就有这个 伊能正 以及 胡慈舍 无启言 因为他当时 就是 有家叫做非英唱片 培养很多 新人 九一年的时候 刘文正 就结束了非英唱片 就正式移居美国 其实他在美国应该都不错 因为 他是 做地产的 那么 刘文正的意义长 其实就是美国 国务院外交官 叫李文 不是那个李文 当然 这个消息 在岛内 都挺大 因为其实刘文正 可能年轻一点 就不认识他 但是他有些歌 什么 CDD 试试叫 布天 那首歌 其实我忘记了 其实挺出名的 那首歌 那他 当然 他的经理人 夏玉顺 刘文正 还健在的 但是永远不想见人 那之前的声明曝光 也都令到很多人关注 不少名人粉丝纷纷表示远色 有些人还说 哎 拜拜 顾虑 整晚都哭 那其实呢 之前当然是说他在拉斯维加斯 走了心机梗塞 但是呢 后来他的这位经理人 兼好朋友就改口 他说有心机梗塞过 不过救回来 那就是想着 顺应病情 就是早一出气 就说他是 呱了 那是他本人的意思 因为他就 不想再接商演 复出等等的 邀约打扰 但是后来好像又说他自己否认了 有知识就说 刘文正现在 在菲律宾就说 他就说很生气 谁说我呱了 那些人传是你自己传出来 说自己呱了 是他的经理人 经理人不会这样的 后来最搞笑的 他们就说这个是 是不是大陆的假心 不是 是台湾地区传出来的 我在大陆 其实 不算很多人认识他 不算很多人认识他 所以 不要有 大陆 当然 刘文正的经理人 他就 为什么刘文正 是要 扮自己是呱了 是因为这样的 他 就希望大家将他忘记 所以就做出这个决定 他就说大陆那边 一直 说要给20亿人民币 帮他 搞演唱会 巡回演唱会 他觉得很烦 说了几十年都拒绝 29岁那时已经说不想唱歌了 现在也不会唱 至于刚才说的沈基梗塞这件事 他说是呀 当时真的有这件事 没有想到医生医好了 后来就在家里休养两个月 他现在很健康 家里 后面的花园可以爬山 他也会游泳 身体非常好 他也说 不怕被人骂 我的身份 地位 才不会有人想骂他 大家应该称赞这件事 不知真还是假 反正就很好笑 突然之间 又放出来 还没去的 这么神奇也有 这个传出来的 所以 都挺好笑 当时 这个作为他徒弟之一的伊能静 别人一问到他的时候 还在现场哭了 一会都挺伤心的 伊能静可能觉得 阿丁 原来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也好 人依然在 毛启燕也说很久没有见过他 但是很想跟他合作 这样说 也好事 起码 人尚在人间 就是好事 我觉得 只要这么说 我们也说过 对于媒体来说 记得 这个 大救 那个大救 那个死运人士 死亡人士 他真的死亡人士 你说到陈伟业 那个加拿大的大救 误传 那时 那些网友都罵这个 是 他叫灵国 没记错 就说 其实任何的媒体 或者是 公众人物对于某些人离世的信息 真的要格外小心 因为自从江主席 之前被亚氏 误传这个 离世的信息之后 其实 全世界的华文媒体 和 这个公众人物 都要小心 因为 你知道 初初说江主席 离世的信息 就来自以前 亚氏的老板 王正 亦知道 希望他健康 刘文正 已经是70岁人了 曾经是台湾地区的 男歌手演员主持人 还有制作人 艺人 在七八十年代的 华语流行乐坛 是一个相当有代表性的人物 他的歌 是红片 整个大中华世界 他更加被称为 华语乐坛的偶像似走 他的演唱 影响到 中国大陆第一代的 男星演唱 其实 很多人就是想着 学习他的 他挺帅的 带着一条围巾 当然 他 亦被 看作对华语乐坛 叫做 校园文歌时期 发扬江大 就是他 一个相当标志性人物 1980 82 83年 他就善廉了 三届金钟掌 最佳 男歌声掌 亦都多次是 荣获国际唱片 金唱片掌 远东首席歌声掌 和新马十大歌声双冠军 更加被新加坡媒看 就是评为 当时亚洲十大歌声 榜首 他挺帅的 你看到他思思文文 看上去 当然 他 之后的唱片 很厉害 但是 突然之间就想着 去美国生活 去美国生活 你说他 是不是没有钱 不是 因为 之前媒体说他在美国 都挺富贵的 因为 其实他有一件事就是 比起我们之前说的一些 明星 好像 曹达华先生 他们这些 早退出反而是早到钱 是 你想想 他突然间 去了美国生活 离开台湾地区 是因为 他当同 太厉害的时候 他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是的 所以就 不想在 这个 华人世界 要离开一下 否则他可能 承受不住 是的 那么 他其实 真是很好身材 1米8 身形相当 他2009年的时候 就是 给人 都挺厉害的 其实他在美国 仍然有人是怕他 那么 当年 2009年已经有人开出 那价格很恐怖 2009年26亿新台币 叫他复出 他坚钱复出 当然 现在 他也是 不复出 那么 没问题的 自己有自己选择 自己有自己选择 当然 这个也是挺好事 台湾新闻 本来 说真的 本来是一件 伤心事 现在 是有点搞笑的 但也是 开心的 因为他依然是想在人间 依然是想在人间 有点很难 调息的心情 忽然间 很伤心 又很伤心 又变回 原来没事的 但是 昨天的伤心 好像有点 浪费 你都可以这么说的 怎么也好 都祝福他 祝福他 马尔帕斯 提前来任 其实 他挺特别的 特朗普任命 他想着 在6月底 在卸任之前 就 想快快脆脆走 他领导下的世界银行 就经常被人骂他 因为特朗普是不信这个气候变化 当然 为什么特朗普是 看得起他 因为他对这件事 貌似也不多 所以在他领导之下的细导 对于气候变化方面 一直都没什么作为 细导的这位行长 马尔帕斯 其实将会在6月底 卸任 就被他任期结束时间 提前一年 可能6月底 之前都已经走了 之前他领导下的细导 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 一直受人批评 昨天 细导也发了声明 这位 由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任命的行长 已经告诉 董事会 就说 他会决定 任职4年后就辞职 去迎接新的挑战 这个 马尔帕斯 其实就说 可以和 那么多 财华出众的人 一起工作那么多年 是一个 非常荣幸 马尔帕斯 也写了一封 电邮给员工 虽然他打算 在6月底之前 就会辞职 并且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 这个 细银的财年结束 就是 6月底 但未来几年 将会为 这个 顺利交接领导层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 过去一年 美国和 细银其他的大股东 一直都是敦促 细银 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传统使命之外 还需要 加大 应对 气候变化等等的全球挑战 要努力一点 虽然 马尔帕斯 是多次被人质疑 但是 去年9月 他在一次会议上 拒绝表示 究竟 人家问他 究竟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存在着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 他 不敢回答 令到他压力很大 他说 人们误解我 人们误解我 上星期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敦促细银 管理层要迅速 实施改革 释放更多资金 应对气候变化 昨天 当然 耶伦 就访问非洲三国 之后 就 回到华盛顿 他说 现在 我们的重点 就是很担心细银 细银应该扩大他们的远景 一起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挑战才对 我觉得也是 美国就是 细银最大的股东 传统上 世界银行 就是由 美国任命他们的行长 任命这个细银行长 不知道谁会上位 不知道谁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网友 下节再为大家分析其他的议题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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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